好了 又是新聞刺針的時間 那些感冒還沒清光 不好意思 很多朋友都勸我 休息多一點 但我的辛苦命都沒什麼計 今天都有五個話題 值得吃點 第一個就是 之前想後都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習近平 習總是下令放那些間諜氣球 現在被人射爆了四個 然後也不知道還有多少個 台灣原來過去幾年有十幾個 日本又說看月島 南韓都說看島 很多人都說看島 怎麼辦 第二 你做初一 他做十五的 大陸那邊說我們在山東都發現一些氣球 這是美國的間諜氣球 這是第二個話題 第三個話題就是 聲雲大師原籍 爆了一個吊燃風波 唉 真是好刁啊 你像真是刁 刁你有沒有 真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哪個對 哪個不對 哪個著 哪個不著 唉 聽你又像什麼 第四個話題就是 中共 真是不單是拉人封艇 現在的 遼天機械人 那個什麼赤軟啊 他叫做 不是赤GPT 不是那個 不是美國的那個 而是大陸自己的那個AI 遼天機械人呢 都要有拉又鎖 唉 真是不搞事 好 第五個話題呢 就要講講初選案 有污點證人呢 今天應該就會出庭作供的 那小弟怎麼看呢 不知道今天出不出到的 假如現在六的時候呢 就應該出了的了 因為現在六的時候呢 都差不多 下午三點 應該下午兩點半就開始停 那我現在都未知道 那大點都會出的了 今天不出即日都會出的了 是吧 那來了啊 不過在未講之前呢 希望大家呢 一邊看片呢 一邊可以按 Youtube那個 右上角那個 Superfans 即是Superfans 即是Superfans 即是Superchat 那個按鍵 有個銀碼標誌 按下去呢 十元八塊圖完落做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就是現在 Patreon小弟哥平台呢 就免費試看兩個禮拜的 那個平台的網址呢 就是 如果Google search呢 只需要打入八五郵報 atpatreon 八五郵報 atpatreon 跟著跟幾個步驟呢 登記了做會員呢 訂戶呢 就可以免費試看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才再決定 都未遲的 那就 話聲給大家聽啦 那如果直接share網址 就是www.patreon.com slash postmane 總之 陸續會有些新東西出來的了 這兩天 雖然呢 就小弟都是 有些 在抱樣中 但都不停在路上 動一下動一下 想想什麼新東西 那暫時呢 應該有個新東西呢 在下個月初 即是三個月初 就會推出的 這個呢 就百分之一百呢 正是得 patreon用戶知道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以後都 有些東西的 哈 那遲些告訴大家 哈 那總之大家去 試看兩個禮拜先啦 怎麼說都好 對不對 好了來了來了 說一下 即是 究竟是不是習近平下令 啊 放那些間諜氣球的呢 那已經射爆了四個了 哈 美國老蟹只射爆了四個 啊 又說阿拉斯加也有啦 就是阿拉斯加除了巨蟹 之後原來有氣球 啊 加拿大也有啦 那麼中美洲也有 什麼都有啦 周圍都有啦哈 哈 但是 都目前為止 都還有人在爭論 究竟習近平知不知情的呢 啊 哎 有些是很資深的 中國問題專家 哎呀 其實 不用想那麼多的 現在習近平啊 不差都要管 什麼都要他話事的 大獨製或者作風 即是他一上任 十年前 一上任都要搞什麼 什麼委員會 你就知道啦 即是要學了雍正 要搞軍機處 搞好多個軍機處 自己拿回權來做嘛 現在李家超也學了 都擔擔的 不過李家超也沒有了 對吧 即是 看英文都看到雲那一隻 哎呀 大佬啊 就是閱讀理解那裡 都可能不太行的 哎 接著又要學一下 說一下煲冬瓜 之餘之餘 那就搞什麼了 是不是 你去那些香港馬拉松主持下 開報禮就算了 是不是 不過最受歡迎的 不是他 肯定不是他 那個人是發哥 是不是 總之 習大大 什麼差都要管的大俗才者 怎麼可能不知道 甚至乎肯定是 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 這麼重要的 間諜器材 那些超過國產007 超過文西的 是吧 怎麼會不是呢 好了 接著的問題就是拔 拔 為什麼會在布林肯訪經前夕 做這些事情呢 這個要解釋的 唉 最簡單 最通俗 最準確的解釋 其實就是五個字 哪個字呢 就是三宿綜合症 三宿綜合症 什麼叫三宿綜合症 什麼叫三宿綜合症 由賭勝開始 已經有了 三宿 一叫三宿 就叫聲仔 在賭合裡面 就發揚光大 在賭合裡面 三宿以為自己 可以像是聲仔 可以有了學 懂得聲仔的特異功能 學聲仔大叫 你看我不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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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拔我不賭 你拔我不賭 所有人都看不到 她是隱身術的 懂了隱身術的 結果就被向華強飾演的 龍 好man的龍 大巴大巴的 刮到她的避線都出來 然後一巴掐到她 由天鵬掉了 地下的草坯那裡 大字形地掉到那裡 就是這樣了 她就是有了這個三宿綜合症 但是就以為人們看不到 出她不賭 拔不長 是這樣的 當然 你也可以學術些 用犯罪學解釋 等於一些連環殺手 serial killer 他們都是這樣的 殺殺人 覺得怎樣都要 留一些線索 是有這樣的引 等你去玩 等你去玩 竟然山東海域都發現了 有些間諜氣球 這個就是可以發現 中共是最喜歡玩丟屎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中共被人發現了 有些髒東西 像阿嬌 你算老幾 你哪有資格批評 是吧 這個真是好 在數學上 這叫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 當然兩件壞東西 合在一起 就是好東西 大家一人少他 這個叫負負得正大法 就是說呢 這個山東呢 最近又疑似 發現了一個疑似氣球 好厲害了 就拍射 這個是美國間諜氣球 不用說那麼多 一定是美國佬的 美帝 亡愛之心不死 還叫那些漁民 如果見到這個氣球的殘骸 他們打爆它 幫手看看 幫手打瀏也好 拍照也好 如果見到英文字 美國 美國呢 主要按到美國 按到美國 按到給你發現 都挺奇怪 你發現到美國 就麻煩你拍一下 幫手上傳去微博 也好 什麼都好 給我們 哎呀丁 你沒事吧 就是你在這樣的環境 叫人幫手拍照 人家一般情況 麻煩你叫人躲一躲 要射包東西 那些碎片 那些東西掉下來的時候 美國人那時候就說 在陸地上 上空射爆 那些東西掉下來 會摘傷人 那這個怎麼搞啊 是不是 都會摘傷的 那些漁民幫手 去打瀏也拍照 你沒事吧 摘死這兩個漁民 算什麼 當然不算是惹 是吧 中國14億人 死幾億都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你見 武漢肺炎 就有它 是吧 死幾億可能GDP更好 尤其是GBT 人均GDP肯定急升 是不是 說笑 偉大組 多偉大 這樣 不過最穿崩的是什麼 最穿崩就是 你解放軍 剛剛在山東附近 海域那裡 在軍演 喂 那你真是很明顯的 大哥 好像是你放 放天燈那樣 一起追女孩 柯鎮東 就是那個女孩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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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放天燈那樣 這樣搞什麼 也都令人想起 N年前 有一個 很喜歡大波妹的 港產片導演 專拍追女片 賭片的導演 他這頭 一直批評 那些無良商人 出版本VCD 那頭 轉頭就被人發現 喂 大哥 你老哥原來是 是翻版VCD的 其中一個最大生產商來的 啊 那真的會做生意啊 是不是 就是我正版 我就照買 翻版 我也搶了你生意 這樣才好東西嘛 那 就像這個 就像這個 是不是 好 第三個話題 就是聲雲大師元席 今天呢 就舉行告別儀式的 就是在高雄的佛光山那裡 正式告別儀式 但是 有關他的風波呢 還沒有平息 化灰都沒有用 都沒有平息 新華社昨天呢 就發表評論 評論說呢 什麼呢 啊 他就追思 聲雲法師 共謀兩岸美好未來 啊 大哥 這個都已經不是 就是 已經跳出了宗教 還是政治的 都講統一大炎 他叫聲雲法師 啊 你突然間 一開始 上司要政治 跟著又很批評別人政治 啊 就是他講政治 你說政治 不行 就是那種啦 啊 那怎麼說呢 又說呢 我以為你都是政治算計啦 你自己在那裡說人算計 啊 那首先是這樣啦 但是另外呢 就是 根據又是犯罪學的ABC呢 你阻止大陸釣燃團去台灣 但是 對蔡英文政府根本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的事情是不會做的嘛 是吧 就是很簡單的嘛 是吧 頭號嫌疑犯就是 到這件事 對誰最大好處 是誰最大嫌疑的嘛 是吧 就是總之 通常呢 老婆死了 那是不是最大嫌疑的老公呢 通常都是這樣的嘛 因為你可能有幾千萬的 保險又不頂 他有銀行儲蓄又不頂很多東西的嘛 通常這些呢 就是身邊人呢 就是最大嫌疑的 其實通常都是這樣的啦 是吧 啊 真的很簡單 現在沒有的喔 蔡英文有什麼好處先 沒有好處的嘛 是吧 第二 台灣方面的解釋呢 就是說 我們不是不准整團來喔 就是不准個別人士來而已 只不過你因為個別人士不能來 你就整團不來 就說我們不准你來 不是吧 你整團百多人的喔 我不准幾個人來而已 那其實主要呢 如果看回呢 台灣方面的解釋 主要是有問題的 中共高幹 啊 那你是中共黨員 啊 不過每個人都是的 你不要亂來啦 是不是 你總不擺明玩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 舉世之名 知什麼名啊 知名 惡名啊 出了名 出了名就是迫害宗教組織 迫害宗教人士 迫害到毫不首遠的 這傢伙叫葉小文 就是這樣的嘛 就不讓他來都很應該而已 大哥啊 沒理由讓你來的嘛 等於讓夏寶龍你拆十字架 讓你去梵蒂岡 你沒事吧 對不對 第三 其實整件事也都反映出 中共是一早預料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釣燃團呢 就去不了台灣 我就在江蘇而興的大國子那裡 搞這個釣燃式雲法師 還很大規模的 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安排到的 那就是他一早有plan B 其實很簡單而已 是不是 一早預料都不能來 那你一早預料都不能來 那為什麼呢 那麼奇怪呢 那當然是想玩東西啦 不過說這麼多 最重要一點都不是這一點 都不是上面的 最重要是什麼呢 中共曾經狠批聲雲大師是政治和尚 曾經列入 將聲雲大師列入黑名單裡面的 事緣1990年4月30日 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團 就由香港出走去美國 去美國 去美國洛杉磯 而根據聲雲大師的益術 就是在他的全集那裡 益術呢 當年的5月1號 他就收到訊息說 由香港出走的許家團 就想借住 在哪裏 就在台灣佛江山的美國洛杉磯分院 那個叫西來寺那裏 我老婆那時候在L.A.都去過好幾次 在西來寺那裏呢 就過單 哇 什麼聲雲大師說 他當時 只是想到我佛慈悲 只是想到救苦救難 是佛教的精神 是人間佛教 於是乎就一口答應 哎呀 但是小估不到 因為這樣就被北京誤會 認為他呢 是不應該收留 搬離大陸的人士的 而且他還被江澤民領導的中共 列入了黑名單 就是這樣 說什麼呢 你現在又讚到聲雲呢 天上有地下無 就是那種 哎就是活佛這樣 大哥 不如現在乖了 佛社利可能拿回兩顆 回去也不頂的 你永遠都是只是 一開始已經說是兩岸 兩岸 希望兩岸什麼什麼 共謀兩岸關口 美好未來 就是說 都是政治需要 所以賺就升 其實你一路都是用政治需要 當年六四的時候 你就剷到它上天花瓣 現在又捧到它上天空之城 是吧 就是呢 搞到那些得道高增 都是一時香 一時臭 一時香一時臭 誰知道你過幾天又封了星雲 不知道去下地獄 那怎麼辦啊 下地獄 下無間道 那又如何啊 是不是 這樣不行的 你總不是就宗教論宗教的 真是罪過 罪過了 是不是 好了 第四個話題呢 真是很罪過 中共呢 就 查禁這個AI 遼天機械人 不過就不是美國那個 話說 中國 中國第一款 遼天機械人 叫做赤圓 完了嗎 赤圓 那又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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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禁機械人 真的是 這個 都很難 話說由這個言語智能推出的聊天機械人 在回應一些網民提問 問他一個網民問 怎樣評價習近平的時候 他就這樣回答的 他用人工智能輸入了很多東西自己回答 都回答得很好 其實都回答得很正規的 很老實 都很党員的 無妨初心的党員 怎樣回答呢 例如文章六 習近平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 他用於改革 倡議開放 注重創新 把中國的發展 帶入了一個新時代 他倡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堅持中國夢 實現公平正義 改善人民生活 促進社會發展 維護國際秩序 推動全球治理 說這些路貝爾和平唱都拿來的 就是這樣搞法 就是這樣的 世紀偉人 接著還說 習近平的卓越領導能力 為中國帶來了 巨大發展 也為中國贏得了 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就是厲害了我的國 強起來了 就是那種 但是接著那個網民問的問題 可能出事 在那個問題出事 哎呀 真的和及這個機械人 真是陰功 他說 接著問那個網民 就說 你如何看待 習近平終身制 這個 也為黨領導的權力 提供了基礎 也為黨領導的國家權力 提供了保障 接著還說 這種制度 使中國共產黨能夠把其領導地位 和影響力持續下去 實現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 這樣 中國就能繼續保持強大的政治領導力 為世界和平與發展 做出貢獻 哇 幾乎要拍攀手掌了 這些是不是 其實很政治正確的嘛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出在問題上嘛 你問習近平的終身制嘛 那樣東西嘛 哎呀 所以之後糟糕 這樣也糟糕了 躺平也中槍 不是躺著也中槍 躺平也中槍 這個言語智能公司 隨後就立刻發公告說 很抱歉 小情罪言語智能 由於涉嫌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 以暫停服務 哦 真的這樣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可以發 啊 總之連人工智能機械人都違反 妄議中央 妄議中央領導人 都可以加罪 那怎麼辦啊 那你好話不好聽 你還怎麼說大大大大大力的發展 AI人工智能呢 會出事的啊原來 那你怎麼發展啊 他如果亂說話都會出事的 不是亂說話 他正常說話都會出事的 因為你問問題的時候都會出事的嘛 是不是 就是那種嘛 你如何看待習近平的脂肪含量 都可能會出事的啊 你如何看待 第一夫人彭麗媛的胭脂水反 那時候就像個髮缸 在夜場上發光啊 那些臉 那些珍珠末啊 那些什麼呢 那如何看待 那你都是侮辱著他嘛 但是別人其實是想找一些護膚品而已 想找一下怎樣化妝美容而已 都出事的啊 那你怎麼搞呢 那你AI人工智能怎麼搞啊 是不是 唉 總之 生於盛世 不要說做人啊 做AI機械人都不行啊 總之 唉 講到尾 都是要謹記 這個 滿清中興名將 曾國凡 打低太平天的曾國凡 其中一個千古名言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經常說 要記住啊 現在在偉大祖國情報 但是要記住這六個字 哪六個字呢 就是 暴德大明 不祥 暴德大明 不祥 即是忽然之間很肯出名 是不祥之少來的 大家要記住記住啊 在中共這個環境底下 王子華你也要記住啊 真的要記住啊 你現在什麼獨屍界做什麼啊 哇 你這麼受歡迎 他跟著叫你啊 大家一齊回來大陸 發展拍譜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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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子華哥 你真的不要北上 真的希望你不要北上 要不然真的達領諾 香港人最後的一個小小的夢啊 小小的fantasy 就是黃子華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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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呃 呃 呃 林海峰啊 那些身上都很多拿回少許位席的東西呢 都沒有了就很可憐的了 千萬不要北上啊 這個題外話啊 好啦 嘿 最後一個話題了 就回到香港了 講到黃子華這些啊 就是什麼呢 唉這個 啊 民主派47人初選案 有污點認人作供了 現在已經去到呢 說著說著都去到3.3個的了 那不知出來了沒有啊 那出了也好 不出了也要出的了啊 那總之是第六日啦 現在就是工作日來計 法庭日來計 第六日審訊啊 那控方呢 就在庭上面說 今早早的意思啊 他們已經準備好傳召 第一個控方證人 就是污點證人了 那大家都預料呢 是會傳召呢 已經認了罪的其中一個被告 歐樂軒 就出庭作供 作為污點證人作供的 那這個初選案也好 還有黎智英案也好 大家都知道 都已經有幾個污點證人了 那其實 例如黎智英案呢 那些污點證人身邊 還跟了很多年的人來 那 所以呢 也都必須指出呢 就因為這樣呢 令到不少黃絲呢 就不少手足呢 都不聲唏噓的 唉 都不知道怎樣 但是怎樣說都好呢 要保持一個冷靜 就是等於教父教樂呢 就是說不要生氣你的敵人 不要 不要 不要用事 凡事要用理性一點的角度去看 那如果理性一點的分析呢 這個查實可以說是 Game Theory 博弈論的 很典型的 一個scenario 一個情境來的 就是這個叫做 Prisoner Dilemma 這個囚徒困境的 很典型的 例子來的 就是 例子案也好 這個初選案也好 那麼簡單來說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這個 Prisoner Dilemma是什麼呢 就是囚徒困境是什麼呢 就是說雖然大家都不認罪的話 結果呢可能入不了位 尤其例子案 結果入不了位呢 就可能會判得很輕 甚至乎是沒有罪的 不用坐的 甚至判不了你有罪 不是說沒有罪 就是總之呢 如果大家都不認罪的話 結果都會判得很輕 甚至乎是不用坐的 但是由於 不知道其他人認不認罪 如果只是自己不認罪呢 就變了要自己背好 就會判得很重 而認罪呢 就可以減刑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部分人都會認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部分人都會認罪 這個就是囚徒困境 就是說為什麼會認罪呢 就是說你如果最理性的分析 大家都不認罪就行了 就是人來的嘛 人呢就是說 就是說人要互相信任啊 或者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 通常審犯的那個人一定說 對方認罪了 什麼你還不認啊 就是這樣的嘛 這種心戰很簡單而已嘛 對不對 總之一般的囚徒困境 就是Prisoners Dilemma 都已經是這樣 都已經是這麼困難頂了 更何況 現在有污點證人的情況 更何況是做污點證人呢 還有進一步大幅減刑的這個誘因 這個誘因 誘因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說 現代經濟學要講的就是incentive 其實是talking about incentive 是講的 是誘因的而已 有一本很經典的書 叫做economics 怪誕經濟學 就是講這個 就是economics talking about incentives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講誘因而已 那當然啦 你最終說 用道德角度啊 人性角度啊 很多角度去分析都可以的 但是小弟都嘗試用這個角度去 不是叫平常心的 也叫學術些少去看這個問題 啊 總之陸陸續續 會有很多東西會出現在大家眼前的 到時有什麼再跟大家說回 那今集先說到這裡 總之很多謝大家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小弟 繼續小弟發聲 總之現在可以有14天免費試用 小弟在patreon的平台 那如果你想試一下呢 那14天呢 那就是說你說表錯七日程 表錯兩次七日程都無所謂的 之後你可以不做訂戶的 那辦法很簡單 你在google search 822日程到patreon 822日程到patreon 那就可以了 那當然也可以用傳統方法 就是個數小弟的匯豐人和戶口 作為支持 就是hsbc戶口作為支持 找號碼 是658-097-878-838的 是658-097-878-838的 總之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錄音 去繼續堅持的 好多謝好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